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呢 夜深人静的时候 对不对 一个人呢 坐在那个窗台上面 然后呢 看着满天的繁星 感叹着这个人世间的各种变化 好像在自言自语一样那种感觉 你听啊 秋末的落叶 你听他叹息着离别 这感觉是完全不一样 对不对 你听啊 秋天的落叶 你听啊 你听啊 后面什么东西我也不想说了 对吧 所以说呢 演唱歌曲当中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先找这个叹气说悄悄话的感觉 要首先就把自己融入到那种场景当中 唱歌面前有话 完了之后呢 就是一个共鸣腔体 共鸣腔体怎么去运用到呢 我们平时可以去发一些微乌的字音 去找寻胸腔 你想你的声音变得有磁性吗 嘿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严学老师 这感觉是完全不一样了 这就是胸腔 我们平时呢 可以去发微乌 升堂 堂下坐的何人 大人我冤枉呢 看过了吗 一定看过 对不对 就练习衙门升堂的微乌微乌微乌的一个声音去进行 那么音调稍微高一点呢 我们可以去学习一下那种 男朋友把女朋友惹生气了 但是女朋友又不是真的很生气的那种 只是女朋友故意做一下 想让男朋友去哄她那种感觉 你懂吗 哦 我相信你一定懂的 哼 哼 哼 就是从鼻孔去发出这样的一个声音出来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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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这样的一个声音说饱满很多 集中很多了呀 OK 再把刚刚我们前面的两个东西 一起结合起来去演唱一下歌曲 盼我疯我 还盼我解决不渡我 伤我冷眼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 哦 和我 和我 这个要一步一步去训练 你不能说老师您说完我马上就会唱了 您是神童吗 同学 您神童你来听我的课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方法呢就是一个万能的小技巧 它的名字呢叫做气泡音 我相信大家都能够发出来 如果您实在发布这个气泡音呢 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一定会有这个感觉 好 接着睡吧 这个声音就是气泡音 歌曲当中呢我们可以在开头的字音当中加些气泡音 比如说大家听过的红色高跟鞋 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 那什么跟你做比较 是不是前面会用 呃 啊 这个声音 所以呢我们可以去学习一下呢 这个自己早上起来那种慵懒的 还没睡醒那种感觉 哎呦 哼 哼 哼 哎 这样的感觉 把这个发出来之后的话呢 再把嘴巴打开发啊 呃 啊 啊 该 该怎么去形容 那什么跟你做比较 感觉是不是又出来了 这样的话呢 你们经常去练习气泡音呢 也能帮助你们的声音更加富有磁心 哎 同学 你好啊 你看这感觉是不是一下子瞬间低沉很多了 对不对啊 所以呢今天教给大家这两个方法呢 希望平时呢都要去得到练习 一定要记住不是光看视频就学会 而是视频和平时的练习呢也要放到一起 如果你练了之后你又不知道对错 也不知道你的发声当中到底是不是好的 那么你就来加上我的微信联系方式 把你的发声或者是你的一些歌曲分享过来给我 我来帮你听听看你的歌曲到底有什么问题 明白了吗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下期再见 拜拜